所以这个法门叫异形 大家这个意志在头脑当中要建立起来 阿弥陀佛这个法门容易 容易我们这个热度就上来了 要是很困难 大家这个热度上不来 我们自己要先热起来 作为同学 我要是请你办件事情 假如很容易的话 你就很热心 哎呀法师我愿意帮忙 那我再说一件事情 诸位同学能不能帮忙 把我们新加坡那个鱼尾师 明天给我抬这来啊 大家听得会不会勇猛发心呢 你挺我这个做不到 你看你心就凉了 有的时候我们劝人念佛往生净土 西方极乐世界在十万亿佛国土外 一下就凉了 因为为什么呢 他靠自立 他觉得这个太难了 我念阿弥陀佛要念到什么程度 阿弥陀佛才答应我去 这个我们心也容易凉 为什么呢 难 这一个难字就给我们难到 心就凉了一大半 所以这个义这个特色 谈蓝大师在诸界的一开端 就会显示出来 一直贯彻到这个著作的最后 甚至你认识没关系